不过今天大盘看起来 有没有哪些的类股是表现相对于稳定的呢 在非电族群的部分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传统产业的一些中概股之外 还有就是升级股的部分 那升级股当中尤其是 大家看到这个伊波拉病毒之后啊 这些防疫的概念股也成为大家聚焦的一个重点 比如说大家每一次这个防疫族群一抬头的时候啊 毛宝啊康纳乡啊还有恒大 那甚至在这个国光生做疫苗的 那成德也都是大家聚焦的一个重点 至于刚刚提到这种非电的避风港里面 传产的这个中概股里面 大家就会聚焦像丰泰永大樱花的这个部分 今天也都相对强势 那这个部分里面指数在回党的时候 还有一些族群有资金的一个进驻 或者是在这个部分里面 有做一些轮动的一个表现的话 我相信在这个我们一般讲叫做退潮的时候减珍珠 那这个部分或许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好刚刚也提到台股现在指数时区是在月线 9475点下整理嘛 那么大家会关注的是台股有没有机会往上挑战 还可以不提醒我们要求哪些看盘重点呢 往上做一个挑战的前提 当然必须比如说我们看金融指数的这个部分里面 下档的这个时日线维持住的话 这个是维持强横墙的格局 那另外在整个大盘的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除了这个季线的一个支撑发挥一些效果之外 我们同样会提醒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国际盘的部分 因为毕竟这一波新兴市场是一个热钱的效应 那里面尤其是上半年涨幅最大的就是阿根廷 那阿根廷现在面临一个拉响债务违约警报的一个压力之下 这个也代表着这些新兴市场的热钱 会不会有重新布局的一个考量 那这个部分里面也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 好我们先分析为我们带来的说明 谢谢您